台上大談遠距醫療商機 他是基亞董事長張士忠 從命尿科醫師跨足成為生技業 董作 家人來頭也不小 妹妹張資玲是雲辰電子董事長 因為張士忠看中防盜器的商機 跟妹妹討論後決定出手投資 而張資玲丈夫黃子亮身分背景 更不容小覷 是統創建設總裁 臉書上有不少夫妻同框畫面 兩個人一起出席工程開工動土典禮 感情看起來相當不錯 黃氏家族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黃子亮從小在新美本橋江子翠長大 現在是朝和宮副主委 知情人士透露他們家是這邊的大地主 也因為經濟條件相當不錯 被當地人稱為黃公子 除此之外黃子亮爸爸還曾經擔任板橋農會理事長擁有豐富的地方資源跟鎮商人脈 高端家族的金湯匙背景全被一一起底 積壓八年前的股價慘況也被重提 2014年6月積壓股價一度創下486元高價 但一個月後卻因為公告肝癌 心要解盲失敗不少投資人苦突二十根跌停板 這回高端股價震盪涉嫌內線交易 張世忠勢必得這一次對投資人好好交代清楚 華視新聞 黃明星劉俊男 台北報導